她是猎人讨伐队中唯一的女性 却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 为了帮助讨伐队获得胜利 她抱着必死的决心潜入蚁王宫殿 结果却不幸被捕 在猫女的摧残下 貌美如花的庞姆被改造成了怪物 就在刚刚奇亚恢复电气后 与破壳而出的庞姆相遇 见到庞姆被改造的模样 她大感不妙如果被小杰看到 小杰的内心绝对会瞬间崩溃 于是她挺身而出 准备试探一下庞姆的内心 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可能 奇亚突然想起 庞姆的念能力千里眼 是离敌人越远越有利 现在还在不断靠近她 说明庞姆还有着关于他们的记忆 果不其然庞姆看到奇亚后 不仅叫出了她的名字 还担心小杰看到她的模样后会产生厌恶 奇亚表示小杰才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等见面后便知道了 庞姆立马询问小杰的下落 但这句话却让奇亚察觉到不对劲 庞姆的千里眼居然看不到小杰 说明之前她发现自己时也是假装的 那么庞姆很有可能就是敌人 于是她拿出溜溜球做好战斗准备 而庞姆也懒得解释直接黑化 下一秒发丝开始疯狂生长 瞬间包裹住她的全身 这便是庞姆的新技能暗黑的滚服神 她准备将心中的愤怒全部倾斜而出 奇亚见状利用溜溜球攻击 可在接触到庞姆的皮肤时 溜溜球直接破碎 没想到黑化后的庞姆 防御居然如此变态 只见庞姆开始不断反击 奇亚只能拼命格挡 最后被庞姆一脚踹在地上 身后的墙壁还被砸出一个大洞 奇亚起身后再次受到攻击 庞姆本就是强化系 在发丝的帮助下 攻击更是强得可怕 短短几十秒就把奇亚打得遍体鳞伤 毫无还手之力 但奇亚依旧没有放弃 如果小杰见到了这样的庞姆 那心中仅剩的理性将荡然无存 可庞姆却在这时将身体卷曲 在不断旋转后直接朝奇亚撞回来 强大的冲击力瞬间将奇亚轰飞 打不过的奇亚只能开启嘴动模式 搬出小杰试图唤醒庞姆的内心 奇亚说出小杰见到她这副惨状 心灵将会无法承受 所以希望庞姆再见到小杰后 能够努力维持理性 毕竟小杰一直都在担心她 少しでも楽にして寄ってくれ それはもうパームにしかできないんだ 他の誰にもできないんだよ 俺じゃ 奇亚心中压抑的情绪 在这一刻彻底决堤 也成功唤醒庞姆的记忆 当时在被仆夫发现后 她准备伪装成被毕泽夫侮辱的女性自杀 但危急关头猫女将她阻止 因为她不由自主爆发出来的气 让猫女提前察觉到 于是把她当作第一号试验士兵使用 但精神力越强的人 对过去记忆的保存程度就越强 为了消除这一后果 猫女利用玩具修炼者 破坏了庞姆脑内的感情与记忆 可两人通过试验后发现 让人类留有记忆又能操纵他们 反而是最快的统治方法 因为只有这样的实验体 才不会出现感情与回忆相互对持的后果 才能更快地完成对他们的操控 庞姆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旦这项试验被他们彻底掌控 那么人类离毁灭就不远了 这时仆夫的分身出现在庞姆肩上 并让他快点杀了齐亚 然而此刻的庞姆已经恢复了记忆 只见他转身后一拳轰碎仆夫的分身 他情愿死也不会成为欠和意的物理 随后庞姆的身体恢复正常 并安慰齐亚他让自己恢复了清醒 所以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人 如果小杰有需要的地方 他会一无反顾地去做 但小杰现在最需要的人只有齐亚 这句话触动了齐亚的内心 悲伤的情绪瞬间瓦解 与此同时另一边 朴夫并没有座椅代彼 而是趁着小杰不注意 利用分身的能力跑了出去 还成功与尤匹会合 在见到尤匹后 朴夫担心尤匹出现和猫女一样的改变 这对于蚁王来说极其不利 于是进行了一番试探 然而现在的尤匹 智商早就今非昔比 他立马看出朴夫的目的 于是表达出自己的决心 准备去支援蚁王 毕竟比起空口白话 行动反而更有说服力 在消除完误会后 两人朝着蚁王的战场出发 可就在这时 朴夫因为分身的毁灭 察觉到庞姆这个试验品失败 于是他下定决心 不再借助猫女的能力 打算自己独自生产士兵 这样的试验品 不会受到回忆与感情的限制 将更有利于他和蚁王的统治 他相信在自己的帮助下 蚁王绝对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